蜘蛛人 平行宇宙是一部令人惊叹的动画电影 它重新诠释了漫威的经典超级英雄蜘蛛侠的故事 这部电影以其独特的视觉风格和创新的叙事方式而闻名 这使得这部电影在2018年的票房收入超过了3.75亿美元 成为了当年最受欢迎的电影之一 这部电影多维度的方式呈现了蜘蛛侠的故事 讲述了几个不同时空中的蜘蛛侠之间的冒险故事 这些蜘蛛侠都有不同的个性和背景 包括彼得帕克 格温 史黛西和邦尼欧帕克 以及一位新的蜘蛛侠麦尔斯莫拉雷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动机和目标 使得观众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欣赏蜘蛛侠的故事 这部电影的视觉风格非常出色 使用了多种不同的动画风格来呈现不同角色的特征 这些风格包括像漫画一样的光影 简单的绘画和3D动画等 这些视觉风格的结合使得这部电影更加丰富多样化 同时也充分展示了蜘蛛侠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此外 这部电影还有一个优秀的演员阵容 包括沙梅克·摩尔 海利斯·斯坦菲尔德和马赫·沙拉等 他们为角色注入了生动的个性和情感 特别是沙梅克·摩尔在片中饰演的麦尔斯·莫拉雷 呈现了他非凡的表演能力 他的角色在电影中成长和发展 让观众情感上也得到了满足 总的来说 蜘蛛人 平行宇宙是一部极具创意和视觉效果的电影 他不仅将蜘蛛侠的故事重新 感谢观看